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冷知识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章节一 蜗牛的慢行哲学 速度不是问题 二章节二 年夜之道 蜗牛的超强年合计 三章节三 壳中乐园 蜗牛的移动家园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章节一 蜗牛的慢行哲学 速度不是问题 各位同学 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非常迅速的话题 蜗牛的慢行哲学 是的 你没有听错 我们要讨论的是 关于速度的缺失 关于在现代社会中 如何从蜗牛的生活中汲取智慧 首先 我们得承认 蜗牛在速度这个领域 确实是个弱者 如果把蜗牛放在奥运百米赛道上 我敢打赌 即使是赛场上最慢的清洁工 也能轻松地赶上它 但是 蜗牛的慢 不仅仅是一种速度上的缺陷 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 人们追求速度和效率 总是希望能够快速完成任务 迅速达到目的地 然而 蜗牛却用它的慢行告诉我们 慢一点也没关系 重要的是要享受过程 感受沿途的风景 蜗牛不会因为别人的催促而加速 它始终保持自己的节奏 不慌不忙地爬行 仿佛在告诉我们 朋友 慢下来 生活不只有目的地 还有沿途的风景 有趣的是 蜗牛的壳 就像是它随身携带的房子 无论它走到哪里 都带着自己的家 这也许是最早的 一动办公概念了吧 它不需要每天赶着上下班 也不用担心房租涨价 因为它的家 就在它的背上 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 不禁让人羡慕 而且 蜗牛的慢行 还有一个秘密武器 它的粘液 这种粘液可以减少摩擦 让蜗牛在各种地面上 都能稳稳地前进 这就像是我们人类 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 需要一种坚韧的精神 和适应能力 让我们能够在逆境中 依然保持前行 所以 同学们 下次当你看到一只蜗牛时 不妨停下来 观察它悠闲自在的样子 也许 它能够 启发你放慢脚步 享受生活 找到自己的节奏 记住 速度不是问题 关键是要走得有滋有味 走得精彩 就像蜗牛 虽然它可能永远不会赢得 任何速度比赛 但它却以自己的方式 赢得了一场生活的马拉松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张杰二 年夜之道 蜗牛的超强粘合剂 各位同学 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 粘质而迷人的话题 蜗牛的超强粘合剂 是的 你没有听错 我们要聊的是那些 悠闲爬行在你家花园里 偶尔成为法国美食的 那些小家伙们的分泌物 首先 我们得承认 蜗牛在动物界中的名声 可能并不是那么响亮 它们慢吞吞的速度 和黏糊糊的身影 很难让人联想到超强这样的词汇 但是 正如我们经常在科学中发现的那样 外表是最具欺骗性的 蜗牛的粘液 这种看似不起眼的物质 实际上是一种高效的粘合剂 它的粘负能力 足以让蜗牛在几乎任何表面上 包括垂直的墙面和天花板上 缓慢但稳定的移动 那么 这种粘液是如何做到的呢 科学家们发现 蜗牛粘液的秘密 在于它的复杂化学结构 它还有一种叫做粘蛋白的成分 这种蛋白质 可以在水分的作用下 迅速形成一种粘性网络 这就像是你把一瓶胶水倒在地上 然后它迅速地铺开 并开始固化一样 但是 蜗牛的粘液不仅仅是粘的 它还具有一定的弹性 这意味着蜗牛在爬行时 它的粘液 可以像橡皮筋一样伸展和收缩 这种弹性 使得蜗牛在遇到不平的表面时 可以保持粘腹力 而不会因为粘液断裂而掉下来 现在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能够制造出一种 像蜗牛粘液一样的超强粘合剂 那会有多少有趣的应用呢 我们可以制造出 不用钉子和螺丝的家具 只需要涂上一层蜗牛胶 就能牢牢粘在一起 或者 我们可以在墙上涂上这种粘合剂 然后像蜗牛一样 在墙上爬行 成为真正的壁虎人 当然 这些都是玩笑话 但实际上 蜗牛粘液的研究 确实启发了科学家们 开发新型生物粘合剂 这些粘合剂 在医疗 工业和其他领域 都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例如 在外科手术中 一种模仿蜗牛粘液的生物胶 可能用于替代缝合线 以减少组织损伤 和加快愈合过程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一只蜗牛 缓慢地在你的窗户上爬行时 不妨对它投以敬佩的目光 因为你正在看着一个小小的 生物化学奇迹 一个可能会启发未来科技革命的粘性英雄 这就是粘液之道 蜗牛的超强粘合剂 一个看似不起眼 却隐藏着巨大力量的自然奇迹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章节三 可中乐园 蜗牛的移动家园 各位同学 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蜗牛的移动家园 这个章节 我们可以称之为可中乐园 因为对于蜗牛来说 它的壳不仅仅是一个家 更是一个随身携带的私人游乐场 首先 我们得了解一下蜗牛的家是怎样的 蜗牛的壳 科学上称之为螺旋壳 是由蜗牛分泌的一种物质 逐渐硬化而成的 这个过程 有点像我们人类建房子 但蜗牛不需要找建筑公司 它自己就是设计师 工程师和施工队长 想想看 这得有多么方便啊 你想搬家 没问题 蜗牛直接背上家就走了 但是蜗牛的壳不仅仅是为了移动方便 它还有保护作用 就像一个穿着甲皱的骑士 当危险来临时 蜗牛可以缩进壳里 把自己藏起来 这种设计简直可以说是古代城堡的原型 有城墙 有城门 还是个移动城堡 不过 蜗牛的壳虽然坚固 但也有它的弱点 比如说 重量问题 蜗牛的壳随着它的成长会越来越重 这就好比我们人类随着年龄的增长 悲伤的责任越来越重 蜗牛得不断地吃钙质来维持壳的强度 这就像我们要不断学习 充实自己 以应对生活的重压 而且 蜗牛的移动速度可不快 它们是出了名的慢 但是 慢有慢的好处 蜗牛因为慢 所以 它们有更多的时间去 欣赏沿途的风景 体验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这也许是一种慢生活的哲学 告诉我们不必总是急急忙忙 有时候放慢脚步 反而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最后 我们来讲一个关于蜗牛的小故事 有一次 一只蜗牛去参加一个派对 它花了整整一周的时间 才到达目的地 当它终于到了的时候 派对早已结束 但是 蜗牛并不沮丧 因为在它的旅途中 它遇到了许多新朋友 体验了许多它从未有过的冒险 所以 蜗牛微笑着对其他动物说 虽然我错过了派对 但我拥有了一段难忘的旅程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生活不仅仅是目的地 更是旅途本身 蜗牛的壳中乐园 不仅是它的家 更是它旅行的见证 我们人类也一样 每个人的生活 都是一场旅行 我们的家 我们的经历 都是这场旅行中的重要部分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从蜗牛的壳中乐园中 找到对生活的一些新启发 下次课 我们将探讨蚂蚁的社会工程 敬请期待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了蜗牛的慢行哲学 年夜之道和壳中乐园 蜗牛以它们独特的方式 教会了我们放慢脚步 享受生活 它们的年夜不仅是一种粘合剂 还启发了科学家们 开发新型生物胶 而蜗牛的壳 不仅是一个移动家园 也是一个保护自己的堡垒 在现代社会中 我们常常追求速度和效率 但蜗牛告诉我们 速度不是问题 关键是要走得有滋有味 走得精彩 蜗牛的慢行哲学 提醒我们放慢脚步 享受生活的美好 而蜗牛的年夜 则启发了科学家们 开发新型粘合剂 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蜗牛的壳是它们的移动家园 不仅提供了保护 还给了它们自由流动的能力 蜗牛的壳中乐园告诉我们 生活不仅是目的地 更是旅途本身 每个人都在不断旅行中 我们的家 我们的经历 都是这场旅行中的重要部分 最后 我非常期待 听到大家的想法和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在你看到蜗牛的慢行哲学 年夜之道和壳中乐园中 有什么启示或者感悟吗 请大家留言分享 我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下次课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